为何令妃刚生产后,乾隆就急着宠幸,十年间怀孕七次,令妃的尸骨,揭开死亡真相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这里是匠心历史,为您讲述更有趣的历史。 乾隆宠爱令妃,已经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,令妃十年之间,七次怀孕,一次小产,为乾隆生下六个孩子,即便在孕期,或者生完孩子不久,乾隆都会迫不及待地翻令妃的牌子,足可见宠幸之龙。 虽然他出身寒威,但是却以自己的努力赢得了皇帝的尊重,在他去世之时,乾隆皇帝无比悲伤,不但将他厚葬于清玉陵,还追封他为孝依纯皇后,即见哀容,而且,乾隆皇帝还为其写下道王诗,儿女少年俯碧音,独一幼稚可怜真,蓝宫领袖另一柱,宣护以秦义孝纯,了时生西元蜀患,所残化者静和品,强受卑类为欢喜,央体词为度念尊。 此时可能这位老皇帝想不到,自己对令妃特别的宠爱,竟然能让他成为一个历经百年的奇迹。 早逝的真实原因,竟是因为生育频繁。 魏家世自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,知书达理,有很好的文化修养,美丽而安静的魏家世,自然很容易就得到了皇帝的宠爱。 从乾隆二十一年到乾隆三十一年的十年间,魏家世给皇帝生下了四子二女共六个孩子。 这六个孩子给魏家世带来了无尽的戎宠,清朝的后宠中,除了皇后这个六宠之主外,地位最尊的就是皇贵妃,而令妃后来的位置就是皇贵妃。 在乾隆帝没有皇后的情况下,她已经是实际上的后宠之主了,不过需要指出,魏家世为了这个地位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 一般来讲,女人生产之后需要至少半年的空窗期,除了一个月坐月子之外,至少要需要休息三到五个月不能行夫妻之事。 否则对身体的伤害很大,但是看看令妃的生育记录,却发现她在生前三个孩子的时候,根本没有给自己留下休息时间。 黄旗女顾伦和静公主,乾隆二十一年七月十五生,黄十四子永禄,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十七日生,黄九女和朔和克公主,乾隆二十三年七月十四生。 这三个孩子的出生日期几乎都是相隔一年,可见在这一时期,魏家世为了生孩子巩固地位,也是有点拼了。 频繁的生育让令妃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,她经常心神不宁。 心肌失眠,很是痛苦,而且,这种病症是体虚血亏所致,是无法根治的。 所以令妃只能靠药物来维持自己的生命,但这无疑是治标不治本,魏家世在四十八岁的年纪就撒手人寰。 死亡真相被揭开。 令妃魏家世和乾隆皇帝的故事,没想到在一百多年后,又来了一个新的转折。 1928年,军阀孙殿英盗取青东陵,用炸药炸开了乾隆皇帝的帝宫。 这为实权老人和给自己陪葬的嫔妃们,以一个很不体面的方式重见天日。 不久之后,孙殿英的部下谭文江急于消赃,导致事情败露,一时间天下人一片骂声,满清已老也不依不饶,声称要严惩凶手。 后来孙殿英出了大写,用宝贝上下打点,才算把事情平息,对于清朝已老,他也拿出了一些东西作为补偿,算是有个交代。 溥仪已经是落魄的凤凰,没有力量继续纠缠了,便命令在则,麒麟,前往河北唐山,去整理乾隆皇帝的御灵。 就在这时,有人发现了,在乾隆皇帝关窗旁有一具已经被打开的棺果,里边的人身穿滑服,面容栩栩如生,皮肤肌肉都保存完好,甚至牙齿都没有尽数脱落。 细看之下,脸上好像还挂着若有若无的淡笑,负责整理的人吓了一跳,后来查证之下才发现,这个人就是令妃为家事。 几乎是瞬间,令妃时身不服的消息就传遍了大街小巷,有人认为令妃娘娘是仙女下凡,所以肉身成佛了,但同时还有一种很雷人的说法,令妃的死是被乾隆皇帝所害。 以当时的认知,能够让人死后,时身不服的最常见手段就是在其生前服用大量的水银,而水银是剧毒,有时会被皇帝用来赐人自尽,所以这种说法存在科学上的可能性。 可是从令妃死后的哀容来看,这种说法在情理上却站不住脚,乾隆皇帝快以恩仇,对触怒自己的人从来都不吝惜众手处理,也绝不会遮遮掩掩掩,当初皇后乌拉那拉氏因为断发而让皇帝发怒,最后便是以皇贵妃治理葬于非缘解,而未能与乾隆合葬,既然如此,乾隆又怎么会堵死令妃,而又让其陪葬呢? 后来,通过对异案的研究,这个谜才被解开,原来令妃在生病期间为了安神,只能常年服用朱砂,朱砂有镇静,催眠,抗经觉作用,和令妃的症状正好吻合。 而朱砂又是锻炼水银的主料,有一定的毒性,所以这个谜团的真相就是,令妃为了自己能够镇静安眠,不得不服用朱砂,这让她的身体内沉积了大量的拱,在她死后,这些拱发挥了作用,才让她失身不服。 若乾隆皇帝知道,她对令妃的宠爱,会让她在活着的时候饱受煎熬,死后却能失身不服,不知道她会怎样选择。 令妃的出身其实也没那么低微,令妃出身包衣,地位低微,先作宫女,后成嫔妃,得乾隆盛宠,从此一妃冲天,一路尽为皇贵妃,与皇后仅一步之遥。 但有一点要说明,许多人刻意贬低令妃的出身,是为了放大她人生逆袭的反差,事实上,令妃的出身,对于宫中其他嫔妃的身份,确实要低到卑微,但与普通人相比,还是要高尚很多。 令妃的父亲是魏清太,在宫中座内管领,隶属于内务府,这种官职说大不大,说小不小,在宫中,面对嫔妃和皇子们,确实是家仆的存在,但对于那些宫女,太监而言, 却是实实在在的管理者,掌握着实权。 无论是当年令妃入宫做宫女,还是在选秀中脱颖而出,这些事情内务府全都帮得上忙。 令妃家族在内务府有关系,自然能够得到不小的助力,这种关系,要远比那些花钱打点的人要硬,这是令妃的优势。 而且,令妃的家族,早在雍正时期,就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,她的曾祖父四星是护军校,祖父武是宜官至内务府总管, 她的祖母和母亲更是先后担任过宣策保温女官,从内务府总管这个职务来看,令妃的家族势力不小,算是拥有了门第。 如此一个家族,若是抛开满洲正皇旗包衣的身份,将其与民间的一些家族相比,谁敢小觑? 所以,令妃出身低微,身份卑微,这种对她地位的形容词,其实是相对而言的,对比于其他嫔妃的出身自然没错,但对于咱们普通百姓而言,那可是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的高度。 但令妃的这种小小优势,等到入宫成为嫔妃之后就荡然无存了,这种家族关系放在她与其他嫔妃的竞争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,从此以后,令妃的逆袭人生几乎都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了。 乾隆皇帝不仅后宫家里三千,而且多次下江南寻花问柳,她一生中见识过的女人形形色色。 无论是母仪天下,端庄典雅,还是大家闺秀,小家碧玉,亦或是烟花柳相的风尘女子,她全都不陌生,为何令妃在如此情况之下仍然能脱颖而出,独得乾隆皇帝的专宠呢? 历史上的令妃,真就如同延禧攻略中的魏影略一样,牢牢抓住了乾隆皇帝的内心,成为宠冠后宫的所在吗? 其实,我们只需要了解下令妃所出四位皇子的具体情况,就能弄清楚这个问题。 令妃一生共遇有四位皇子,分别是皇十四子永禄,皇十五子永远,皇十六子和皇十七子永灵。 尽管被乾隆皇帝抬到了执掌后宫的高位上,尽管被乾隆皇帝追封为皇后,但从令妃所出的四位皇子身上,我们却能清楚看到乾隆皇帝的对待态度,长子轰逝,莫不关心。 次子立为皇储,却也无情诅咒,三子甚至连个名字都不配拥有,次子更是被给予了身无知的鲜明态度。 所以,乾隆皇帝很可能压根就瞧不上令妃,只是将其视为了复查皇后的替代品。 所以,并非所出四位皇子才会落得令人唏嘘的下场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如果有什么建议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